同学们好 我们下面来介绍 废水生物脱淡的基本原理 那么主要分成四个内容 一个是生物脱淡的基本过程 第二是消化反应 第三是反消化反应 第四是一些新型的生物脱淡的过程 那么对于生物脱淡来说 我们指的生物脱淡 是指将废水中间的寒淡的物质 最终卷变为淡气 从水中得以脱除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包括三个过程 第一个是氨化作用 那么主要是指废水中的一些寒淡的有机物 在耗氧细菌或者是在一些燕氧细菌的作用之下 卷变为氨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过程是指消化过程 消化过程是指消化细菌 那我们后面当然会讲消化细菌 实际上包含两大类细菌 一大类细菌是称为氨氧化细菌 另一个细菌是称为亚硝化细菌 在它们的作用下 把肺水中的氨氮软转化为亚硝细菌或者硝细菌的过程 第三个过程是反消化过程 那么是指在缺氧的条件下 在一些坚性细菌 那么当然也通常称为反消化细菌 在它们的作用之下 肺水中的氨氮物质最终转变成气体 从水中得以脱除 那么整个生物脱弹过程 包含这三个过程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给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生物脱弹的一个示意图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耗氧或者燃氧条件下 那么肺水中的有机物 有寒氮的有机物 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呢 变成氨氮 那么随后呢 发生的是耗氧反应 那么肺水中的氨氮在两大类细菌的作用下 分别称为呢 氨氧化细菌化硝化细菌的作用下呢 变成亚氧氧氧和氧氧氧 再之后呢 发生的是一个缺氧的反应 那么这个缺氧过程呢 是指消太氮 亚氧氧氧氧和氧氧氧氧 在反消化细菌的作用下呢 最终转变为氧气的过程 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会看到 那么消化过程 需要氧气 消化过程呢 还会 需要一定的减度 会导致撇值的下降 那么反消化细菌呢 需要有机物的加入 有机物呢 作为电子的供体 那么消炫炎呢 或者是 亚氧氧氧呢 作为电子的受体 那么最终呢 消太氮得以还原 有机物呢 得以氧化 那么其中的细菌呢 成为反消化细菌 那么既然我们也看到 刚才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呢 亚氧氧氧氧是一个中间的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将 消化作用停在亚氧氧氧氧 那么亚氧氧氧呢 可以马上进行反消化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称为短层生物脱弹 那么第二点呢 是关于这个消化反应 消化反应呢 在前面已经说过的 分为两步 第一步呢 是氨氧氧氧氧氧 第二步呢 是亚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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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那么它是由两组 致氧型的消化细菌 分布完成 第一步呢 第一类细菌呢 成为氨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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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们都是化能质氧性的细菌 它们呢 生长都非常缓慢 世代时间呢 都比较长 那么消化反应过程 是分成刚才说的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呢 称为亚消化反应 那么是指氨氮在氧气的作用下呢 变成亚消炫炎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呢 可以计算得到 每氧化一毫克的氨氮成为亚消炫炎呢 需要氧气3.43毫克 那么氧化一毫克的氨氮成为亚消炫炎呢 需要消耗7.14毫克的碱度 这个碱度是以碳氧钙剂 那么第二个反应呢 是消化反应 消化反应是指亚消炫炎 在氧气的氧化下呢 变成消炫炎 那么通过这个反应方程式呢 也可以计算得到 氧化一毫克的亚消炫炎成为消炫炎 需要1.14毫克的这个氧气 但是这个过程呢 是不需要消耗碱度的 那么总的反应方程式 就是一个氨氮 或者说是一磨二的氨氮 需要两磨二的氧气 那最终的变成消炫炎 那么总的计算下来呢 可以得到氧化一毫克的氨氮 成为消炫炎呢 需要氧气4.57毫克 那么需要消耗减度 7.14毫克 那么消化反应的环境条件呢 它需要第一 是非常好的耗氧条件 那么需要溶解氧的 不能小于一个毫克生 而且溶解氧的 通常情况下是要高于一个毫克生 而且要保证一定的 要有一定的减度 维持稳定的PH值 它施移的PH值是8.0到8.4 当我们实际运行的时候呢 可以运行到7.5左右 那么要求了进水的BOD呢 要在15到20毫克生以下 否则的话呢 这个进水中间有机物的氧化呢 也会跟消化过程的竞争它的溶解 11的温度呢 是在20到30度之间 到温度小于15度的时候呢 受力会明显的下降 那么小于5度的时候 会完全的停止 对于物理零来说呢 需要大于其最小的四代时间 那么消化性的最小的四代时间呢 是3到10天 所以呢我们要物理零呢 一般会在15天甚至20天以上 那么关于对消化过程的 抑制物质来说有很多 那么其中高浓度的氨氮 是高浓度的消泉炎 亚硝泉炎 还有高浓度的有机物 以及呢 高浓度的重金属离子 这里特别注意一下 氨氮亚硝泉炎和硝泉炎 本身呢是消化过程的 机脂和中间产物 它们的浓度过高呢 也会对这个反应呢 造成影响 那么第二个反应呢 是反消化反应 反消化反应的定义是 废水中的消泉炎或亚消泉炎 在反消化细菌的作用下呢 被还用为气态氮气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中的主要的 微生物呢 我们称为反消化细菌 但是反消化细菌呢 是属于抑氧性的坚性细菌 不是一类专门的这个细菌 它分手于多个不同的这个总数 分布在自然界 广泛分布在自然界中间 那么反消化细菌呢 能够在缺氧条件下 以消泉炎或者是亚消泉炎 作为电子受体 以有机物作为电子供体 将消泉炎还原 它的基本的反应过程呢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消泉炎通过逐步反应 变成亚消泉炎 变成最终的变成氮气 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呢 还有可能会生成一种气态物质 成为一氧化二氮 那么一氧化二氮呢 我们熟成为氯气 实际上也是一种 很强烈的温死气体 因此呢 在我们的废墟生物 脱氮过程中间呢 要尽量避免它的产生 反消化反应的方程式 如果以甲醇作为电子供体 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样的三个反应 那么第一个呢 是消泉炎在甲醇的作用下呢 被还原成亚消泉炎 亚消泉炎继续在 有甲醇的存在条件下 被还原成氮气 那么总的反应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消泉炎 在有甲醇的加入下 最终呢 被还原成氮气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还会生成水和氨化碳 那么这个过程呢 也会消耗一定的清理值 说明这个反消化反应呢 对于这个系统的 pHC的恢复呢 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那么反消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呢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呢 是碳源 那么通常呢 反消化过程要求呢 有充足的这个可生物降解的碳源 通常呢 这个碳源可以来自于废水中的有机物 当这个废水的BOD5跟总氮的比 超过3到5的时候呢 就可以认为了碳源充足 不需要再单独外加碳源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如果原废水中的碳源不足 那就需要外加碳源 外加碳源的通常是甲醇 或者是乙酸 这样的一些有机物 那么它适宜的pH值呢 是6.5到7.5 那么溶解氧呢 要尽量的控制在0.5毫克森以下 适宜的温度呢 是20到40度 那我们在刚才介绍了 这个生物脱氮的过程中间 包含了氨化 消化和反消化过程 特别是从消化到反消化过程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目的呢 是希望将废水中间的氨氮 转变为凝架的氮气 为了完成这个过程呢 我们必须先把氨 废水中的氨氮 转变为亚消泉源 转变成消泉源 然后从消泉源开始还原 还原为亚消泉源 最终的还原成氮气 那么我们有没有更简洁的途径 来完成这个过程呢 我们现在的研究呢 也证明了 是有一些可能的 好比说呢 短层消化反消化 或者说呢 艳阳艳氧化 在这两个工艺的基础上呢 又新开发了 这个所谓的商人工艺 艾末斯工艺 沃兰德工艺和康能工艺 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所谓的商人工艺 商人工艺呢 实际上是这两个反应方程式的 一个结合 那么基呢 将废水中的氨氮 通过氧气 在AOB的作用下呢 把它直转化成亚消泉源 而亚消泉源呢 在同一个反应器里面 利用还原性的物质呢 把它还原成氮气 那么这呢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短程消化 反消化工艺 另外一个工艺呢 称为艳氧工艺 也称为了 艾末斯工艺 那么这个工艺呢 最简单来说 它是有这样一种细菌 能够呢 将氨氮和亚消泉源呢 直接反应生成氮气和水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反应 是目前为止发现的 泼氮过程中的 最简洁的一个过程 那么当然它如果含上 它的生物合成 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方程式 可以看到呢 氨氮在1.32倍的 亚消泉源的作用下呢 最终呢 生成了1.02倍的氮气 还生成了一点消泉源 最后呢 有一些细胞物质的合成 那如果能够将前面的 亚消化作用和 艳氧氧氧化作用 组成一个组合工艺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目前为止最简洁 最精气的一个 生物脱弹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反应 是一个亚消化的反应 是将 是利用AOB 将废水中间的氨氮 转化成亚消泉源 这一部分亚消泉源呢 为Animox供应呢 提供这个亚消泉源 那么然后呢 是亚消泉源 和氨氮的反应 直接生成氮气 那最后总的反应方程式呢 是指氨氮在0.75摩尔的氧的作用下 变成了氮气 另外的生成了一定的 生成了这个氢离子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将前面提到过的 传统的消化反消化工艺 以及呢 短层消化反消化工艺 以及亚消化和 艳氧氧氧化工艺的组合工艺呢 进行比较 从三个方面 从它的需养量 需要的有机物的COD 和它的产栓 或者是耗减的要求来看 这里面呢 分别给出了三个反应的方程式 三个反应的总的方程式 可以看到呢 全场的消化反消化工艺呢 它需要养4.57毫克 需要有机的COD呢 2.86毫克 那么它需要消化减度的3.57毫克 那短层消化反消化呢 它的需养呢 比全场的要少一点 是3.43毫克 那么需要的有机COD呢 也小于也要少一点 是1.71毫克 那么产栓呢 跟上面是一样 那么最好的这个反应方程式呢 是成为亚氧化和艳氧氧氧化工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需养呢 仅需要1.71毫克 它完全不需要有机物 它的耗减 或者说它的产栓呢 也是3.57毫克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在生物脱弹过程中间 最新的工艺 是亚氧化 加艳氧氧氧化工艺 好 这一节的内容就到这 谢谢